HELLO 大家好我是哈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歡迎大家訂閱點讚開鈴鐺 非常感謝你們 好了來玩我們的 Chaos All Star 上一期有網友問我我們這次抽到的酷拉 呼喚愛情的酷拉可不可以打這個千賀這個被抑制的憤怒魔神 是可以的啦還是可以的 這次被抑制的憤怒魔神他需要有中毒、電傷、電擊還有動傷 只要你的角色有這些特效的話應該都可以 理論上那大家比較推的都是 大部分比較推的都是那個七家色 漂亮的七家色或是 荒狂雷電、雪魯、咪 這幾隻都可以過 然後如果你有伊格尼斯啊 或是那種機師啊那種猛腳也是可以過的 只要有電傷啊動傷啊都可以 那這次那個酷拉是動傷嗎 酷拉也可以只是沒那麼快 我剛剛打了一下沒那麼快 那我自己這個被抑制的憤怒魔神我一場都沒打過 我自己的賬號一場都沒有打過 那之後我可能有機會會打吧 因為我再把那些角色給練一練 因為我們知道我們紫卡可以送嘛 紫卡你可以挑 雪魯咪嘛 然後這個超級任務你也可以挑 這邊你也可以挑啊 你可以挑這隻七家色啊 七家色我有抽到啦 我用鑽石有抽到 鑽石我抽到的有 上一期鑽石抽到真靈嘛 還有七家色 就是 諾亞那個鑽石池啊 然後 大概是這樣吧 第一隻 大家通常都推薦選酷拉 之後就看你缺什麼隊長技啊 那 這邊他是直屬性隊長技也不錯 6星之後是加50%啦 那我待會就打算 我先打個四場好了 好我先打個四場 那個套路差不多只是我有時候會失誤吧 失誤就算了 然後必須在那個 2分半還是2分44秒解決啊 我有點忘了 就這個被抑制的分路磨省 那 這邊的話我就來演示一下 主要你的 你的卡片有沒有 最好要帶上這個啦 要有這一隻服務生 要有這個服務生 屬性卡 服務生的痛苦 因為這邊有一個造成凍傷的機率嘛 50% 就是靠這個多一點傷害這樣子 多給他一點傷害 所以打起來會快一點 所以如果你沒有這張卡的人 會比較辛苦一點 當初我自己有換到一張啦 我就各換一張這樣 另外一個是那個 另外一個是加攻速的嘛 吸血鬼那一張 我們來看一下 那次的活動 另外一個是這一張啊 這個血腥萬聖節 海底倫吧 加攻速的 我自己是可以拿給大蛇用 那個 Q的Q也是讓他給大蛇用 OK 那基本套卡 這個組合這樣就可以過了 就是庫拉最喜歡的 然後一張減CD卡 一張這個痛苦的服務生 服務生的痛苦 就可以了 那自己特殊卡當然最好要有啦 沒有的話你戰力就比較低 會比較難打一點 這個組合就可以過了啦 這個裝備然後 打手的話 哇 我看一下喔 打手的話這個有電傷啊 有電傷然後有一次免疫嘛 無敵一次而已 看你啊 看你要用什麼 感覺還是用帶電傷會好一點吧 增加你的電擊傷害 那用血魯蜜的話 也是這個套卡 我待會可以演示一下 那血魯蜜有機會把他打暈 所謂打暈就是那個 這一隻憤怒 憤怒魔神會整個呆掉 我不知道是Bug 還是你的傷害已經達到某個地方 他就呆掉了 我先用那個 土豪打法吧 土豪打法就是這種打法 伊格尼斯 隨便打 都能過 真的 這個我也想要演示過一次嘛 所以我打算待會就是 伊格尼斯打一場 然後七加射 血魯蜜還有那個 最後我們上那個庫拉 那中途我可能會失誤也不一定 失誤就重來吧 因為那個 你只能失誤兩三次吧 你的血就咻就沒了 所以你在過這個的時候 我會建議你 你角色越多越好嘛 都上有電商的什麼的 你起碼不怕失誤啊 不用那麼專心 因為每天要打三次也很累 如果你有花紅寶石買的話 那主要打這個的原因就是你想要做這個卡嘛 做這個套卡 來看一下這個是 加攻擊力的還不錯啊 加攻擊力 12%然後這邊4.3%我覺得還不錯啊 這邊不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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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著看喔 好吧 好像都一樣吧 三張應該都一樣吧 對啊三張好像都是加攻擊力的 攻擊力會加蠻多的 這個就是看你要不要趕快做出來 每天就是用紅寶石的 因為這個已經是每兩週會換一次的活動嘛 這個換完就是換這個啊 我們上禮拜是打那個風暴嘛 高尼茨啊 高尼茨就比較簡單啊 打起來我覺得也蠻花時間的 每天打也是很累啊 說實在的 這是防禦力轉成攻擊力嘛 這是給你的盾腳用的 很明顯啊 這是給你的攻擊腳用的吧 而這兩套那個Q都有換出來 他早就換出來了 因為他很認真啊 他是屬於那種紅寶石會買的 上次就換出來了 這次他可能就沒有買紅寶石 這是我剛剛買的三次 那用一個尼茨你就不用帶那個 不用帶這個也沒差啦 也是可以過 服務生的痛苦 不用帶這張也OK 但是我們就帶一下好了 呵呵我們就帶一下吧 我把他換過去好了 來吧 換過去 那這樣子來打打看 看看效果怎麼樣 呃一個尼茨他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特效 他的特效是禁人3 有一個電傷嘛 那禁人的話是1 3 1 3 2 3啦 因為2可以把那個 禁人3給重置 應該是核心的關係吧 看一下 是嗎 喔這裡啊 禁人3命中的話 可以把禁人給重置 所以你要按的時候 你就是記得要 1 3 2 3 跟真靈不一樣 真靈不一樣 真靈是1 2 3 1 2 3 2 真靈跟他有點不一樣 好 那就來吧 會把他整個打暈啦 因為你一個尼茨的那個 攻擊力很暴力 我覺得是 傷害輸出已經到 到達某個地方 就會把他整個給暈掉 那就可以白打他 就會打很快 那就來吧 閃一下閃一下 不要太囂張 他已經呆掉了喔 你們有發現嗎 他一定整個發呆 他連那個旋風都放不出來 所以你說 把伊格尼斯 出下去 買下去 抽到之後 打這次根本就是輕鬆打 輕鬆啊 大家應該知道 人家怎麼 人家是怎麼過這一關的吧 就是當你在那邊 廢青千辛萬苦 在那邊閃躲 什麼的 人家是這樣過關的 有沒有很快吧 大概是閉著眼鏡過關吧 我好像技能按錯 隨便 我現在CD有就按了啦 好 歐瓦力大 好啦我知道啦 你很強啦 伊格尼斯 那是伊格啊 他真的傷害很可怕 你不要看他核心沒寫什麼東西 用起來你就知道 連躲都不用躲 我 就這樣 那你用其他角色就比較辛苦 躲來躲去 躲來躲去 學魯咪有機會 有機會可以這樣子 只是有機會 我剛剛打了沒有很多場 我大概打五六場吧 四打一下 就沒有打完了 就稍微打一下 大概學魯咪是這樣 然後有機會把他打暈 那打暈 但是有機會他還是有機會醒來 就是等於說 你的傷害要爆表啦 那傷害爆表就是你角色強 加上你的卡要強 這不用說啦 這卡超強的 光魚影 沒有 更正一下他不是用光魚影 他是用這個 他只是用這個而已 兩個少女的相遇 他只是用這個而已 我以為他給人家用光魚影 我們把他的卡換回來 因為 一直在換卡 然後錯亂掉 搞到我都不知道要怎麼裝 那 隊長記得的話 他自己是40%吧 40% 對阿 那 學魯咪來一下 學魯咪就沒有那麼猛了啦 說真的沒那麼猛 我看一下打手要帶誰 我先用七加色好了 漂亮七加色 因為卡片已經裝好了 我就不用再換 那我待會就不要打死了 我稍微掩飾一下好不好 我稍微掩飾一下 七加色的話 他有機會集氣 因為他那種 我覺得好像 每個角色不一樣 被扣的那個氣不太一樣 然後他氣比較集得起來 所以你可以用他的三氣卡 來躲避那個 這一隻魔神的大招 你可以用這招 他的那個大招去躲避 你就不用跑去打他那個 那個無敵的 吃那個無敵星星阿 簡單說是這樣 那一樣阿 他就電傷阿 他應該是雙電傷阿 雙電傷打起來就比較痛 所以這隻我覺得不錯 如果你們真的憤怒 魔神過不了的話 就換這一隻吧 把他換出來 因為這禮拜是 這次是第二彈 第二彈你可以換他 他也是隊長技嘛 解決你只屬性隊長技的問題 然後又可以打 又可以過這個 所以這隻我也比較推啦 然後短髮俏麗嘛 還不錯 我也是蠻推薦這一隻的 那戰鬥卡我們剛剛已經看過了 把他裝過完 裡面有這一張的話 可能就會稍微累一點喔 這一張 服務生的痛苦 因為他很忙阿 這個洞傷會好一點 所以說 你當初如果沒換到的話 會比較可惜 我想應該大家都跟我一樣 有換出一張吧 我就很隨意把它換出來 好 那就來吧 基加社的打手技是暈眩阿 然後 幫 可以幫我電傷15%嗎 我就稍微打一下 我不要打死 因為打死我就沒次數了 我現在已經剩一次了 隨便吧 躲一下 然後就 就上下上下躲阿 這個應該大家都會吧 不要貪阿 我就貪了 等一下我貪了 我貪了 哈哈我貪了 試一下無敵星星 放掉好了沒差 蛤 等下要吹風了啦 等下就要吹風了 我的那個妖感很爛 所以我剛潛潛潛潛潛不出來 我覺得這小怪有點強 你們覺得勒 打不太死 打不太死說 不要貪傷害我剛剛就是貪了傷害 打到剩10牌好不好 哈哈我把技能放掉了 看辦法放出大招喔 好像放不太出來 哇來了我死了 OK我死了 大概是這樣啦 好推出 這個你就小心不要貪傷害 然後 有無敵星星就去吃 然後有三氣的話可以放出來 躲一下大招 大概是這樣 那我來用雪盧咪 反正那個你只要躲的過時間都來幾 大概可能會剩兩分鐘左右 一兩分鐘啦 所以沒什麼問題 雪盧咪也是可以過啊 來換一下 把那個他的卡換過來 好看 雪盧咪我覺得他要吃無敵星星好像比較吃力耶 打不太動說 這邊我看一下誰比較好 應該是大蛇比較好吧 大蛇攻擊力加15% 看你要減CD還是多一點攻擊力喔 我覺得多一點攻擊力好 因為你不可能一直放技能 你要不要躲來躲去 對吧 好來吧來吧 一樣的打法啦一樣的打法 那真的啦 用伊格尼斯是最無腦的 手推伊格尼斯 但現在沒有這一隻 以後有機會大家記得再抽喔 不然就只能先用這些紫卡 來代替一下吧 喔我被他摸到了可惡 因為我的HP不能低於70%以下 這樣我會打比較慢 你們有發現雪盧咪打比較痛一點嗎 應該有感覺吧 你可以找那個綠屬性 隊長來用 就保羅啊 欸攻擊型的嘛 保羅嘛 你就把保羅 保羅叫出來 我懶得多了 好我們重來一次 我把保羅換過來好不好 這樣會更痛 就是你可以去調整你的隊伍啦 不一定要這樣 保羅嘛 保羅幫隊長啦 啊不行要這樣子 好這樣子 然後把這個移過來 好這樣應該會更痛 那我就穩穩打好了好不好 我就穩穩打 不要急 然後那些吹風我盡量躲一下 No pain no gain 沒有付出就沒有收穫 這是以前那個 國中單字吧 哇不要貪傷害 不想受傷 因為我一定要保持 我的70%以上的傷害 這樣打起來才痛 這邊你打兩下就可以了 怕的話就打一下 打兩下 X的 因為我躲避很漂亮 他說的我不知道 這個活動已經出那麼久 我想大家會打的應該就已經 不知道打到哪邊去 我都沒在打 那我的問題就是 我沒當一些角色啦 這邊我要吃無敵星星啦 吃無敵星星害我受傷了 尷尬 所以你那些技能你要 算好 不要受傷 我的氣是集不起來的 電力 他的暗黑雷光顯示 還是 好我不要把他打死了 大概是這樣好不好 大概是這樣 反正時間綽綽有餘阿 綽綽有餘阿 沒什麼問題阿 OK然後來 玩最後一場就是 網友的體穩嗎 你們有什麼問題可以 你們有什麼角色要測試 可以給我留言阿 我有空就會測試 如果他有測試的價值的話 沒有的話我也沒辦法 好啦先隨便換一下阿 這隻忽放愛情的庫拉 我們來看一下 還沒練滿阿 還沒練滿 所以有差 戰力有差 像雪土咪是 在這邊是21000 那我這個戰力會再低一點 卡沒練滿 好我是把他庫拉的 那個萬聖節庫拉來用 時間上快20分鐘 我再打最後一場 總之我就覺得關鍵就是這張卡吧 服務生的痛苦這張卡 如果你少這張卡 我覺得會打久一點點 慢一點點 戰力大概2萬嘛 好大概2萬 然後打手的話來看一下 這個是減CD嘛 這個是加攻擊力 我推進來是加攻擊力 因為減CD大家有看到嗎 我不可能一直放阿 躲來躲去 好來吧來吧 就用這個組合 一樣套路一樣 就好好躲就好了 就好好躲 時間上都來得及吧 我不知道阿 這隻庫拉 傷害可能稍微 沒有雪魯咪他們的快 感覺 跟打手有關係吧 大家感覺怎麼樣 你們自己再去看吧 我怕死了 哇太早了 庫拉的話普通攻擊也蠻快的 然後我覺得移位也蠻快的 比較靈活 比較輕巧 隨便 我把技能放掉了 尷尬 哇來不及了 我要被他炸死了 衝來衝來衝來 太專心了 忘記那個要吃無敵星星 OK 總之我是覺得這個 早有冰凍的阿 電傷 那個中毒不知道誰 中毒可能沒有那麼多 大部分都電傷和冰凍吧 電傷應該比較多 什麼機師阿 一大堆就可以阿 好啦你兇啦 不怕你 那個你要閃避他 要抓時間差欸 那個 算了 哎呀他頭髮那個 那一招你要小心 因為那個會讓你 多一點時間 你有可能會被他吹打 所以你就打兩下 兩三下就跑 這邊我就不要了 這邊就不要了 我不要了 我不要了 我知道你要來 喂我 可惡阿 沒法到嗎 可惡這個 小兵還給我霸體 你那麼囂張 我受傷了我受傷了 為了打那隻小兵 我不是覺得庫拉打起來沒那麼快 你們覺得咧 好 剩十八血啦 欸還有我有把技能放掉了喔 好啦跟他拚了 不然怎麼辦 等一下我要被無敵打死 欸我不是有吃無敵嗎 呵呵 好啦算了啦 算一橫啦 我的無敵竟然沒有用 褲拉的話我覺得小吃力啊 沒有那個七加射或是血魯命那麼穩 可能你的技術還要再練好一點 因為我打算把這個給KO掉我就不掩飾了 是可以過啦 剛剛看那個傷害是有機會的 只是我失誤比較多 比較緊啊那個時間可能會很緊 你看我趕快換這一隻出來 不然可能會很緊 OK 那就 total大概打了四場嘛 然後 兩場那個我是撤退嘛 大多撤退 就兩場勝利兩場主要撤退 然後有一些 有一些 一開始失誤的我也直接撤退 那我的感覺啦 我的感覺是 雪魯咪 七加射 雪魯咪好像感覺比七加射還要快一點 你們可能要 我可能要再多打 我自己可能要多打幾場才知道哪一隻會稍微更快 但是我剛剛玩起來的感覺是 雪魯咪感覺比七加射還要快一些些 就我這幾隻測試的感覺 你們再試試看吧 反正雪魯咪漂亮七加射我們都可以換出來 紫卡可以換兩隻嘛 那我自己已經換出雪魯咪了 然後七加射我也有抽到 齁 那我就缺他的特殊卡這樣子 所以說這個活動我也是可以打的 只要差不多啦 差不多這個狀況大家都能打 所以不會太難 以後這個沒兩週會輪替一次嘛 然後你就可以去換出那個 這個套卡 這等於是免費獲得套卡啊 對不對 多棒 那這一期就先這樣囉 那有什麼敬意的都可以給我留言啊 我剛剛可能也沒有說打很好 就比較隨意 那有說錯的地方也可以給我留言提醒我 好的那就先這樣囉 我是哈姆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點讚開鈴鐺 那我們下期KOF再見 大家掰掰 我們下期他的帽子 sme在這裏 這裡的那個星人 有些什麼朋友 就像我們下期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